徐自強被控魯仁勒淑私票案 臺灣高等法院今天跟八審宣判 徐自強被判無期徒刑 恥奪公權終身 但可以兩百五十萬元交板 由於全案還沒有定驗 因應實施刑事 妥訴審判法新規定 徐自強已經被羈押超過八年 最晚在十九號凌晨 就可以停押釋放 徐自強也成為訴審法實施後 第一位被釋放的被告 涉嫌綁票 殺人案已經訴訟超過十六年的徐自強案 跟八審最高法院維持 跟七審無期徒刑的判決 不能證明其有殺人的部分的犯意 但是因為他在勒訴 巨額款項的這個行為當中 仍然居於主導的地位 所以他的惡性也是不輕 要處無期徒刑 並且賜斗公權終身 不過因為前年通過的訴審法 第五條規定 審判積壓被告不得超過八年 徐自強已經超過八年的積壓年限 所以告怨也裁定 只要在今天晚上十二點以前 被托兩百五十萬的保證金 徐自強就可以保釋 不然就得等到五月十九號凌晨 訴審法生效後 徐自強自然也能被釋放 徐媽媽對判決結果感到憤怒 她說十多年來根本沒有證據證明徐自強有犯案 她認為判決結果是天大的笑話 辯護律師也痛批 高院何一廷不敢推翻立審法官有罪的判決 雖然徐自強可以停止積壓 但司法必須查明真相 他們會繼續上訴 徐媽媽表示他們不可能有兩百五十萬元的保釋金 所以只好等到十九號凌晨訴審法生效後 才能迎接孩子回家 徐自強停壓後 限制出境 出海跟限制住居 期間法院存換時必須準時到庭應訊 每天也必須向戶籍地派出所報到 記者陳舒均 陳常委 賴政員 台北採訪報導